下面我来介绍一下UT387B的金属探测,木头探测和AC探测功能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金属探测功能 金属探测功能它主要是来探测墙壁后面有没有金属木 我们开机以后呢就把UT387B贴进墙面移动UT387B 当它探测到后面有金属布的信号的时候 它就会报警 同时进度条它会有指示 你金属物越近的时候这个进度条呢 它的信号量就越大 然后根据这个信号量 你就可以确定金属物在具体的在哪一个位置上面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UT387B的一个木头测试功能 木头探测功能它主要是探测墙壁后面有没有木砖 这样一个功能 具体的怎么用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开机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这个木头测试按键 然后你就把这个仪器贴到墙面上 按一下弄件 这样的话它会取样 取完样的话你就可以顺着这个方向移动 当它探测到后面有信号的时候 有木砖信号的时候它上面会叫 但是呢这个进度条会很弱 一旦走到木砖的正中间的时候 这个进度条呢基本上就会打满 然后移动过来 在远离木砖的时候 这个进度条就又减少 所以说来回移动的话你就可以发现木砖的中间在哪里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UT387B AC探测功能 主要是探测木板墙后面带电电线 然后首先是开机 然后按一下AC探测功能键 然后移动 当UT387B移动到木板墙后面有试电电线的时候 它就会报警 同时呢显示进度条 我们AC探测功能键呢是木板墙后面可以探测到50毫米的一个深度 具体的探测方法是要参考我们的说明数 UT387B探测水泥墙带电电线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探测到水泥墙上面插座是否带电 当然了如果水泥墙下面有电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因为水泥墙它有屏蔽的功能 一般情况下是很难探测的到 除非你这个电线离墙壁的表面很近 它才能够探测的到 像这种墙的话它是埋在里面 基本上一般的情况这个信号是很弱的 基本上是探测不到的 只能探测到这个插座表面的一些信号在这里 然后如果你电线如果外漏还有这个埋得很浅的时候 就可以探测的到 如果有这个钢管什么屏蔽的效果的时候 这个探测可能也会是探测不到的 欢迎您登陆优独立的官方网站 探测到这个外面的拥导 我们现在跟你们就要够了 那我就能够一个 对 不好意思